26個英文字母,我再提醒你一次 有沒有發現我這裡寫了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怎麼唸?因為我有括號 這個念R,這個A 對,我為什麼寫個不等於? 因為左邊要唸R,它不等於英文字母的A 可是像這個怎麼唸? 有人聽錯了 這個唸E不等於I 所以一個是唸,一個是英文字母 所以像這個OA,兩個母音在一起,A不發音 對,它就寫O 所以你不會寫這樣子喔 你不會寫R跟A喔 就是你不會這樣子,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沒有,沒有這種東西 哇塑真的沒辦法 好,所以這26個字母,我再提醒你一次 為什麼我分三個顏色 A1U紅色是什麼?母音 B,D,F,G,H,K,L... 這一些,還有C,J,Q 那我說過Q不會單獨出現 Q一定搭配哪個字? Q,所以Q是一組喔 X跟Y 為什麼這三個顏色下一頁? 因為它的音標跟原本不一樣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我故意把I寫的特別大? 有嗎?它不應該,它應該這樣寫啦 為什麼要這樣子寫? 因為我要提醒你,音標有沒有大寫? 沒有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這個I,它的音標 其實是我們大寫的I沒錯 可是它要縮小一半的那個高度 所以它唸法 A怎麼唸? A 還在A咧? 那O咧? A咧? A咧? B C C D D E F G H I E J D A 也不能立刻啦,Y,音標有沒有Y,音標有沒有XX,也沒有 Z呢?Z,所以我把黑色的刪掉之後,你就只剩ALU跟CJQSY 所以等一下在寫那個考卷的時候,題目的時候,把握這個原則 CJQSY記得一定要改,ALU一定要改 再來,再提醒你一次,我們的長母音,母音就分短母音跟長母音 短母音它的唸法AEIOU,你就唸AEIOU,從最大到最小 所以我在唸的時候,AEIOU的發音變成AEI,再來,R跟2 嘴巴由最大,慢慢唸到最小 所以AEIOU就是AAEII,可是如果是長母音,那長母音的話,我剛剛說的嘛 一個,就只有一個發音 可是兩個母音在一起的時候,兩個短的母音加在一起就變長啦 所以假設A跟I,犧牲哪一個字的P?I 這個字就唸前面這個英文字母,這個英文字母怎麼唸?AEIOU,那剛剛有人說那個CUT對不對?沒關係,因為你們還沒有辦法正確去判斷 所以你可以寫U,你可以寫WU,都OK 那等一下如果我考試有考到這個,我會唸給你聽 所以你要聽我唸CUTE,還是CUTE,我唸的是WU,還是U,如果我考試有考這個的話,那你才可以寫 所以這個J跟U唸U,換唸了U,那一個小寫的U,這個唸W,這個唸W喔 所以再一次,短母音的五個唸法,A-I-U,長母音就是A-E-I-O-U,那這個Y呢我會建議你寫EY,因為KEY怎麼唸? KEY嘛,對,KEY,K-E-Y,M-O-N-K-E-Y,Monkey,對,EY,我會建議你寫EY,我打錯,我會建議你還是寫EY 好,那我再複習一遍,單讀一個A,怎麼唸? A,如果是A打E,如果是AI,如果是AY,怎麼唸?A,好,再來再一次,B-A-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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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喔 所以一個B-A-K,一個B-A-K,第二個P-A-N,P-A-N,鍋子,所以P-A-N-K-E,就是那個鬆餅 OK喔,P-A-I-N,那A-I怎麼唸?A-I嘛,所以再一起一個P-A-N,一個P-A-N,對,音音,就是尾音會有一個E的音 再來,R-A-T,R-A-T,R-A-Y,R-A-Y,OK喔,你要趕快去記那個音標喔 再來,M-A-T-T,兩個P-T寫幾個?一個就好 一個就好,你如果寫兩個音標,在裡面就要念Metal,你就要念兩次 因為它是音標,所以就是你的發音 所以兩個一樣的,我們都寫一個就好 那MHE念mate,CAP,CMEE,K,所以你記得C要改 因為我的音標裡面剛剛前面有用的是綠色 所以記得C要改哦,要改成K 好,這是A,再來E,哪一個念E EE,1打E,1打E的E是中間會有一個指音 那EE是一起,就像這裡一起有沒有 那這裡叫做E打E,DUT的意思就是中間還要多一個指音 所以E打E,EE,EA,還有一個EY 我還是建議你們寫EY,叫多 所以第一個PET,PET,PET,MEE,下一個MEE 再來MAT跟MEE 所以我紅色都有提醒你哦,一個長母音,一個短母音 好,第三個,怎麼念 E跟I,BIT,FIT,BIT,FIGHT,SID,跟 再來下一個,我寫錯耶,是FIT 跟FIGHT,好,下一個,一個O,念R OA,OE,O,E,O,E,O,W,多念O 所以第一個COP,COP,COP,CODE,N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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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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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U,或者是WU,所以你會發現第一個CUT,可是這一個 因為我念CUTE,U,所以會有這個音 那剛剛有人寫這個WU,有沒有 還是算你對,你自己加20分就好 因為其實你還沒有辦法判斷,它到底是U還是WU,都算你對 第二個 MUD,MUD,G-L-U-E 對,我念GUE,WU,所以你會發現它沒有那個J,沒有那個音 所以這兩個為什麼不一樣,因為要念法,我會念給你聽 再來第三個 HUT跟DU,還是DU DU,所以要有J,講OK嗎? 好了,好,等我一下,再來,放棄一下 我要暫停一下 再來我們就直接看下面,我先把答案對完,我們有問題再問 好了,對不起,這個 C-A-P-E,先問你哪一個字要改 C-C C,還有A,還有E,因為E不發音,字尾E的一定不發音 對不對 所以,這個字我先問你怎麼念 CUTE,CUTE,CUTE,CUTE 所以,第一個的C,變成CUTE,A打E,念 A,C,是A,然後P造潮,所以加在一起變,K,有任何問題都等一下再問 都等一下再問,我不想把錄影中斷 好,第二個,C-O-N-K-E-Y,你會念,因為你會念猴子,你就會念驢子 哪個字要改,O,O跟EY,非常好,因為O是一個,EY是一組 那我剛剛有跟你說,EY在字尾,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它正確念法,因為我只會讓你們真正念得很像 可是正確的有沒有一定?沒有 自然發音有一個壞處,就它例外還不少 所以,其實這個字你們應該寫的是D,然後O念R,N造超,K造超,然後EY,E,對不對 所以念Donkey,那你如果寫的是這個,也算對 因為它正確念法是這個,先寫這個 再來第三個,哪一個要改?OA,OA怎麼念?O,所有加在一起?Soap Opera 就是那個八點檔連續劇,什麼大時代啊,金家好媳婦啊 你們現在都看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第四個呢,叫A打E,要改喔,A打E怎麼念?A 所以整個加在一起,就變成?Lake 沒錯,我的滑鼠完全不會動 我明明已經把它拉到西班牙去,那還是不動,那還是留在台灣 我有寫的,就這樣,Lake 好,第三個,第五個,哪一個字要改?IGH 對,只有IGH要改,IGH變成什麼?I,所以變成Slight 對,Slight 對,Slight 長的,那個A剛剛說的,這個I,你可以像我這樣子寫 因為它是印刷題的關係 你這樣也可以寫小寫的A,不算錯 Slight 再來第六個,剛剛有寫過 其實剛剛有寫過,AI怎麼念? A,所以加在一起變成?Pen 對,鉛筆那個字的PIN法,只是它要有括號 對,說到這件事 你知道我剛剛上去詢的時候啊,我就說啊,它完蛋了,它50分而已 對,因為印標跟單字最大的差別在於括號 你沒有括號的,全錯,因為它不是單字,它那個不叫印標 然後你如果不是括號,至少要兩個斜線 兩個斜線是ok的,因為這也是另外一種寫法 ok 好了嗎?再來下面第七個,Y要改,改成這個U到B 可是C跟K,有沒有發現C是綠色的K,K是黑色的K 那兩個都唸可,所以我寫幾個?一個 一個而已,對,你一樣 再來QU是一個,O到E是一個 所以QU你就要寫KW 那O到E唸O,T呢?一樣 照抄,所以唸point,印言啦,印書 然後第九題很可愛,因為有人看到J大寫,他就跟著大寫了 可是音標有大寫的嗎? 而且他也不是J 對,一個J,他應該是那個D呢? 因為我剛剛去看的時候,我真的有點無言 因為他真的寫大寫的J 他真的寫大寫的J 對,他是Justin 對,小甲子丁有沒有,Justin 所以呢,就照抄 這樣子好了 好,最後一個就E要改,E怎麼唸? E,所以就green 就這樣,好,不要急喔,不要急喔 議題十分對不對?我們先往下看 再來,等一下你回去 我們明天要把這個上完 所以這個呢,要請你等一下 拿你的講義,我們把它上完就沒事了 OK了嗎?好,議題十分 請你先算出一個分數 真的要寫分數了 那題目